2023年8月12日 微博上横空出示一条黑邓维的热搜 热搜上的词条是邓维大学没有毕业 虽然评论区也很多人心疼他 觉得这毕竟是他的伤疤 不应该这样被揭开 但是这条热搜仍然在微博榜单高居不下 不明所以的路人也就真的对他有了不好的印象 觉得他是个爱玩游戏的小混混 这件事到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月了 如果不是来自老师的肯定 我们都不知道邓维其实是如此的优秀 12月15日 中央戏剧学院的沈培一老师 在做客一档节目时 主动提到了自己的学生邓维 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 最近特别火的邓维 你是个演员是吗 对对对 他好像是不是曾经学 他是学舞蹈 他是我的学生 5G系他是2014级的学生 沈培一 中国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 舞剧表演教育家 中央戏剧学院舞剧系主任教授 硕士生导师 国家顶级舞蹈老师和编导 曾担任湖南卫视舞蹈风暴节目第一季和二季建政官 也是央视视化中国节目舞蹈监制 沈老师在舞蹈界的威望相当高 他是个非常严厉的老师 优雅从容 不卑不亢 大家平时经常见到的都是他严厉认真的一面 却很少看见他跨人 如果我们不能够经过这样一番审视 我们跟斗兽场上的动物又有何分别 我已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那么如果不能够让我们审视我们自己的舞台 这个舞台也不值得我们来 邓维作为他十年前的学生 能被他主动提起 足见老师对于他的喜欢和欣赏 沈老师不但在节目里提起他 还说他爱画画 喜欢化妆 很热心帮助同学 他就是当初上学的时候 他喜欢画画 然后会化妆 我们女孩子男孩子的妆都是他化 我们有一个群舞叫贝叶之光吧 就是表现歹足的这个贝叶之光 然后他就是男演员身上画的那些自然的那种植物 那些全是他画的 他就擅长这个 他很喜欢这些 老师对当年邓维的爱好如数加珍 能让中国殿堂级别的舞蹈大师记起来十年前的学生 而且叫的还是他原来的名字 可见邓维是真的很优秀 老师给了邓维充分的肯定 相信邓维如果知道了也一定会很高兴吧 他本该因为自己热爱的舞蹈拥有意义生辉的人生 结果却意外受伤蛇意 后来换了赛道 让自己换一个舞台重新起飞 但无论是舞者邓维还是演员邓维 他都是那么优秀 以前在老师眼里是个好学生 现在在老师眼里是个好演员 邓维真诚且真挚 从不因为自己被飞而出来替自己解释或辩驳一次 低调又努力 他的确就像老师说的那样 一直在努力拍戏塑造角色 每一部作品都让人印象深刻 不辩解 不浮躁 踏踏实实的 不忘初心 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 共克他 面对他 我不共克 我包容 我跟我的学生也这么讲 不要去争辩什么 当话语权到你这的时候 你就把你所知道的 诚实地表达出来就好了 各执己见 百花齐放 关键你那个内核 要足够强大 足够相信 相信自己绝不止于此 一定会有 云开雾散的那一天 原来 他稳定的精神内核 来自他的老师 言传深教 这么优秀的老师 培养出来的学生 肯定和他一样 坚韧不拔 努力向上 我相信这么优秀的人 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发光 期待未来 你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作品 记得点赞关注哦